糯米粉做个饭后甜点,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吃 首先准备100克糯米粉,加30克玉米淀粉,20克白糖 加入150克纯牛奶,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种光滑细腻的流线状态 盖上一层保鲜膜,防止蒸的时候水蒸气已滴落在上面 再用牙签扎几个眼,方便透气 水开后上锅,大火蒸20分钟 等待的时间炒一点糯米粉 50克糯米粉小火炒熟 炒到糯米粉颜色变黄即可撑出,放凉备用 蒸好以后撕掉保鲜膜,加入20克玉米油 用铲子翻拌均匀,散散热气 放置不烫手时,把糯米团取出 像视频中这样反复的拉伸,使其变得更加细腻,更有筋性 直到面团撑长,不容易断为止 然后在面板上最好铺一层保鲜膜方粘 把摘好的面团稍微整理成圆形,然后给它搓长 分成12个面积 再把每个面积都团成圆形,然后按扁 在中间放上豆沙馅,或者其他自己爱吃的馅 像包包子一样的包起来 把风口处捏盐,再次团圆 团圆以后放入炒熟的糯米粉中滚一圈 在面板上撒点糯米粉防粘 然后把糯米球整理一下按扁 正反两面擀薄,擀的时候注意不要擀破 擀好以后拍掉多余的糯米粉 全部做好后就可以开吃了 豆沙馅不建议放太多,否则吃着太过甜腻 这款甜点放凉了也不会变硬 软软糯糯的,香甜好吃,而且还不粘牙 喜欢吃糯米鸡口感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